主持人議員 借助我們下午是最後一節 借助我們這一節完了以後 有三十分鐘的禱告會 本來陸主持叫我寫一個題目 寫一些題目讓我們的時間討論 所以這一節的時間 因為我好像沒有收到題目 沒有收到我們要問的題目 有個Q&A 所以我們這一節我想說 一個做法就是 我們大家一起公開的討論 我們的題目是說 我們婚姻生活當中 我們覺得我們對婚姻生活很美滿 會感到非常感謝的一些地方 我們可以提到出來分享 或者是我們在婚姻生活當中 曾經遇到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怎樣來克服這些困難 或是我們也有這些婚姻生活當中的經驗 我們看要大家一起討論還是要分組 來贊成分組的請舉手 贊成分組討論的 因為分組討論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我們人比較少 可能談的機會比較多 談完了以後 我們再回到這裡來做一個報告 我們可以分析於小組 去分析於小組 然後來報告 贊成這樣嗎 贊成這樣嗎 贊成這樣的話 好 那我們現在 我想弟兄姊妹分組 弟兄分一組 姊妹人比較多 要不要分兩組 還是要做一組 你說怎樣 分數組 分數組 分數組啊 姊妹分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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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這麼多嗎 怎麼 姊妹分兩組 姊妹分兩組 弟兄一組 誰帶 因為我不是很清楚 姊妹分數組 我們姊妹一二三四 前面四排 一組 姊妹分數組 到姊妹分數那一排 後面的另外一組 然後那裡是另一組 弟兄啊 全部一組 弟兄請誰帶 张主寺 那前面的姐妹 前面的一组谁当 两个猜拳 你有没有两个 你组他 他组你 那两个猜拳 赢得猜拳 赢得人带领 谁 赢得人带领 赢得人带领 好吧 那就请你 后面一组呢 赢得人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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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啦 从那两帮忙 赢得人带领 到楼下的教室 我们两点十五分回来 两点十五分回来 本来我是想说留一点时间 我可能还有点东西要讲 但是因为大家话表得很踴躍 所以我们请大家报告以后 因为我还在这里 所以下个礼拜我还有时间可以讲 所以我们剩下的十分钟 我们就请三个组 每一个组一个人 就来报告你们刚刚谈的大概的内容 我们请姐妹的前面例子开始好吗 请到前面来 感谢神我们这一组讨论了三个问题 因为我们有一个是未婚的 那第一个问题是呢 就是婚姻当中觉得感恩的地方 那我们其中就有人说 他感谢他的先生带他来信主 那也有人说感谢神呢 他在不断地祷告当中 虽然新婚之类的会有很多的争吵 但是神慢慢地改变了对方 因为他不断地祷告 那另外就还有人分享说 他因为信主了之后 他因为神的话 就慢慢地改变他自己 然后也改变了他的婚姻 那他跟先生之间 他们本来有时候 以前会有一些争吵 那因为接触了信仰 所以神的话呢 就慢慢地在他们心中觉得 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做 然后两个慢慢变和谐了 那这也让我们感受到 神的话的力量 跟祷告的力量 那我们比较资深的长辈 也在第二题的地方 关于婚姻的改进 那我们比较资深的长辈 就提醒我们这些晚辈 就是不要计算对方 也计算对方做了什么 不好不好的事情 然后也不要埋怨 因为我们晚辈总是会想着 我的另外一半 有很多地方要改进 有一个列式很长 那当我们在想着 希望对方改变的时候 我们总是免不了 会有很多的埋怨 那长辈就提醒我们说 当你埋怨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 魔鬼会进入 那这年代的也除了婚姻的 不肯埋怨之外 也有整个人生当中 我们面对的事情 也不要有埋怨 那包含我们的长辈有告诉我们说 她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 很喜欢跟老公吵架 那她接触信仰之后 发现跟老公吵架不对 她就去祷告跟神说 对不起 她不应该吵架 那她的婚姻就慢慢慢慢地 不断地成长 然后对方也就是包容她 那第三点就是婚姻的期待 就是给我们 我们有一个未婚的 我们这一组里面 有一个未婚的姐妹 那她也比较担心的 就是吵架 希望能够 就是减少吵架 这是我们这一组讨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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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谢谢 我们现在请弟兄组 谁做宝宝 弟兄谁做宝宝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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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组长拒绝上来报告 联系太班 我们组长拒绝上来报告 我们组长拒绝上来报告 那当然大家都是在婚姻里面都有碰到一些问题 但是弟兄都是很正面的 就是对这个一路走来充满了感恩 那比如说像那个吴传道 他就非常感谢他的整个当传道的经历 以及传道娘怎么样去支持他的这个传道的这个路程 那也有这个Tim亮 他就是因为是从比较权威的家庭出来 那所以他就是很努力在这方面做改进 那还有 那还有像那个马丁弟兄 那他是分享说 就是Matha 嫁给他以后呢 是从大城市呢 搬到一个小城市 那对他的生活是一个很大一个改变 除了外在环境呢 这个整个 整个他的人际关系 都就是变成没有朋友 那我想这个应该也是 大部分的姐妹在嫁入一个新的家庭以后 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and this is probably most sisters would face when they moved from from their hometown to a different place to marry the husband 那马丁弟兄他就是分享的 就是说 大家能够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事 一起去做圣工 这个是被家庭 就是特别是对Matha 一个很好一个帮助 让他能够快速地融入家庭 还有教会的生活 那这个都是在信仰 在对家庭里面带来一个很正面的力量 so it shows that faith brings positive life in our family 那我的记忆不是很好 所以大概只能记得这些 好 姐妹的第二次 我看到乙伦走过来我好高兴 我想说他要报告 就是他是来帮我翻译的 感谢神 我们这一组呢 一直着重在感谢的部分 We thank God for our team We focus on giving thanks 我觉得在婚姻里面 能够听到感谢的话 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I believe that it's very rare to hear the word thanksgiving in a marriage 那所以我们这一组每一个人 我非常感动 他们都很愿意分享 他们自己跟另外一半之间的互动 And I'm very moved that in my team We have a lot of sisters who are willing to share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husbands 那我所听见的是 比如说Susie 她就说 她的另外一半给予她 充足的自由 因为她知道 她是个爱好自由的女生 We have sister Susie who said that her husband has given her much freedom because he understood that she loves freedom 然后愿意常常陪伴着她 去做她自己喜欢的事情 And I was willing to accompany her to do what she likes 然后我也听到Vicky讲 很感谢她的另外一半 她很浪漫 And sister Vicky was very thankful that her husband is very romantic 然后她也很孝顺 然后也把这个家打理得很好 所以她很感谢她 And he's also honored his parents and is very responsible for his family 然后也听到Rosie说 Jordan很尊重她 And sister Rosie also said that her husband respects her 然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聆听者 And is a good listener 而且他们的沟通 也就是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进行着沟通 所以他们的沟通是没有障碍的 And she said that they have no communication problems every day 尤其是在有时候 小小的吵架之后 发现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And they realized that even after a small argument they found that they understood each other even better 然后也听到詹妈妈 说到她的另外一半 愿意为了她 慢慢地来查考道理 来认识这个真神 And sister Esther says that her husband is willing to slowly get to know the truth through her 然后也听到 颅妈妈 颅妈妈的最后要 我们要当总结来讲 We will use sister Sharon's testimony as a conclusion 然后再来是 穆妈妈 她说 穆叔叔非常地包容她 还有包容 还有帮助她的 她的家 And sister Mu says that her husband brother Mu is very forbear and help her family a lot 直到现在都还在帮助 Even till today he's still helping out 然后呢 还有传道娘 跟我们分享 她的日子 平平淡淡 恩恩爱爱 就这样过了50年 And Pritcher Wu's wife shared that her life with Pritcher Wu is very normal but loving and that's how they spat the last 50 years 然后这时候 咱妈妈就跳出来说 我可以作证 她 我的姐夫 是一个我认识 最无私的人 And the sister Asa this time jump in to say that she can testify her brother-in-law is one who is very loving selfless man 所以当 吴传道要出来 现身当传道的时候 他们全家人都反对 And so when Pritcher Wu w wanted to dedicate hself to the Lord the entire family objected to it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人是我们家的 就是我们家的宝贝 Because they felt that this man is a precious one to our family 那如果现身出去 就变成大家的了 And if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Lord He belongs to everyone 可是呢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明显地感觉到 神要无传道现身 However in the daily life they can truly experience that God wanted Pitcher Wu to dedicate 因为只要言语上 一讲说 Oh 不可以 他不可以去 就会发生事情 Because something would happen every time they verbalize the objection 所以后来 吴传道就现身了 就变成大家的了 So that's how Pritcher Wu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Lord and becomes everyone's preacher 对 然后 再来就是 力琴跟我们分享 他的另外一半 也愿意 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渐渐地愿意 抽时间给神 Sister Li Ching testified that her husband even though had a busy life is willing to take some time off to get closer to God 因为他也很感谢 就是说 他的另外一半 把家里整个都扛下来 然后让他没有任何的担心 然后很负责任 那他只希望 他可以在信仰上 找回以前的热心 所以他也很感谢神 那我们从鲁妈妈身上 学习到的是 她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 然后也吃了很多的苦 然后他们两夫妻 一起把这个家 就是建立起来 然后养育孩子 到长大成人 然后他们离家 就有自己独立的生活 那后来觉得 好像彼此相处起来 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他们就选择 自己喜欢住的地方 然后选择自己 喜欢的生活方式 那就是互相尊重 他们也是会 见面也是会 就像好朋友这样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不是一件坏事 只要你在这个婚姻里面 你还是保有爱 还是保有尊重 你没有要分开 然后你还是 就是保有这个婚姻 然后可以过快乐的生活 那如果我想法错 再请长老就证 如果我的概念是不错 请长老就确认我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主 就是我们儿子的婚姻 我们也希望用神的爱来帮助他们 跟着他一起啊 度过这个困难 有的在婚姻的测试当中 我们希望他们所遭遇到的 那个困难啊 能够减到最低 我觉得说啊 这个夫妻的生活啊 刚刚谈到说 主要有爱心 有道理啊 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这年里面说啊 吃素菜彼此相爱 胜够吃肥牛 彼此相争 所以夫妻的生活啊 不是讲什么 你对我对待那争吵 讲一些大道理 要紧的就是这个家庭里面有爱 啊有啦 爱啊 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克服 他说我们读一下那个 国联多全书十三章 国联多全书十三章 我们读第四节 说什么叫做爱 就是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会遇到一些啊 有时候甚至我们 很受不了的事情 但是就是要学习忍耐 有时候在交往的时候 觉得还不错啊 但是结婚里有很多事 现实的生活 生活习惯 肉席都跑出来了 从一些小地方 有时候就开始争执啦 但是这个就是要学习忍耐 要恩慈 就是用最大的爱来包容对方 再来是不嫉妒 不住夸 不张狂 第五节说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义处 不轻易发怒 笔记算人的恶 不只是为自己啊 能够为对方着想 不求自己的义处 啊不要动不动就发怒 啊尤其男人啊 有时候啊 这个怒气要接触 你如果常常发怒啊 就造成家庭的一些啊 不和谐 不计算人的恶 然后我们有时候啊 有什么 不和谁开始吵架的时候 就哇 你一重来就怎么样怎么样 把过去的事情 就一个一个在那边算总账 能够包容饶恕啊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欲 只喜欢真理 这个第七节最重要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如果我们真正有爱啊 我们这个家庭啊 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很多的那个 遭遇到的困难啊 都能够用爱心 来化解掉 所以家属家庭没有爱啊 那个纷争就无解 主要真正有爱 能够爱对方 再大的困难 都能够化解掉 所以婚姻生活 生活要幸福 最重要 就是充满着爱 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要请路主寺来主持祷告会 有些事情啊 因为我想说 还要跟大家 谈一下 我星期三会谈 好 请大家默祷 阿们 阿们